乌克兰首都基辅17号迎来了京东的第一场降雪 地方行政长官表示情况可能会变得艰难 当地气温有可能降至零下10摄氏度 基辅市市长警告称 如果俄罗斯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乌方必须为今年冬天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 不排除在严寒中断水断电或停止供暖的可能性 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 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17号宣布 乌克兰全境将实施限电举措 报道称由于气温急剧下降 乌克兰国内电力消耗有所增加 这使乌克兰能源系统本已困难的局势更为复杂化